接着来我们一起看看第八道题 第八道题属于什么呢 比如说没见过 其实它属于逻辑推理 逻辑推理怎么做呀 推理你肯定都爱看什么推理小说呀 什么明正探柯南呀 对不对 可能我比较老土了 我们说这个就是推理 我们说推理这块 其实最重要就是怎么去做这个题呢 用假设法去做 我们看这道题 说在这个乒乓球的单打决赛中 现在有四个选手 然后说这个进行了比赛 好现在有四个人的预测他们的结果 说了四句话 说这四个人中只有一个人预测错了 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假设了呗 谁预测错了 这个时候你不要瞎假设 哎我们要有顺序的假设 比如说我们先假设A错了 这时候我们试一点啊 我们说那你假设他错了 他如果错了就说那假不是第四呗 好那其他的话 既然都是对的 我们看看啊 说现在有一二三四个名次 说乙不是第二也不是第四 那就说明不是第一就是第三 对不对 那我们再往后看 丙既然排在乙的前面 那就说明丙肯定不是一肯定不是第一 所以就是第三 那丙既然排在乙的前面可能是第一可能第二 我们再往后看 说丁降得第一 那所以丁现在就是第一 那这个时候以前们肯定就是丙了呗 那这时候就是假 我们假设的对吗 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刚才不是说假不是第四吗 你现在怎么假又是第四了 所以我们说做逻辑推理就是你假设 假设的过程中 哎有矛盾了冲突了 就是我们假设错了 没矛盾 那当然就对了 好了 那假设A说说说错了 这个就有问题 好了 接着我们再看看 如果假设他错可不可能啊 他说什么 说以不是第二也不是第四 那如果他说的是错的 那就说明假是第二 也是第四 哎 自身就有矛盾了 所以他不可能说的是错话 对吧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吧 我们假设如果丙说错了 那就说明丙的名字 C说错了 那就说明丙的名字不是在乙的前面 而是在乙的后面 对不对 反反的那个意思肯定是正正确的嘛 1234我们写一下啊 说假是第四 OK 假是第四 是对的 然后丙是第一 是是对的 然后说丙不是第二 也不是第四 也是对的 那就说明他只能是第一或第三 因为一被占了 所以这块就应该是第三名 那这时候他肯定是丙了呗 我们现在发现 也忙得了 那这个时候当然 D一定说的这 假话再拍一次 1234啊 说假是第四 对的 这是假 丙是第一错了 那先别别管他了 然后说丙又在乙的前面 乙不是第二 也不是第四 就说明你肯定是第三 那丙又是在乙的前面 是在第一 还是在第二呢 你就想 丙如果不得第一名 丙就得第一名 那这会就矛盾了 所以丙一定是第一名 那丙既然不得第一名 那就说明丙呢 就是第二名 这题做完了 做完了吗 没做完 还有个小陷阱 你看人家问的是什么啊 一般问的就是 比如说从前往后的名次是什么 人家没这么问这次 人家问的是从第三名到第一名 分别是什么 反着问了 哎 这时候就看见 省不省题了 第三名到第一名 应该是 丙丙 丙 所以应该选 哎 这个选项 哎 所以这个有点特可惜啊 没看问题 题都做对了 是不是 通过这道题 哎 我们学会了 又又两个必杀计 哪两个呢 哎 一个就是我们的假设法 还有第二个 就一定要审清题目的意思 看看到底问什么 好 第九题 这个题我们看一下啊 一看 OK 应该属于用题了吧 用题这块我们什么来的 哎 我们说当然有很多好的方法 嗯 当然这个题用 方程也可以做 说 现在说 三头牛和两匹马 每天吃早是80千克 五头牛和四匹马 每天吃早是140千克 啊 然后说每头牛 每匹马一天 少多少多少钱 不知道 怎么办 是 每头牛又吃的是x4千克 每匹马吃的就是y千克 所以说二元一次答 二两个问题 说我没学过呀 来 我们看看啊 我们先文字也出来 好不好 说三头牛和两匹马 每天吃80千克 那这时候我就知道了 三x加上2y 应该是80千克 还知道 五头牛和四匹马 每天吃140千克 那这块自然就是5x加上4y的140千克 好了 那现在就问的是x加y 对不对 好 这之后我们就看一下啊 另一方找到x找到y就行了 那这个题我说我不会做呀 我们要学会转化 把不会的转上会的 二元的不会吧 怎么转上一元的呢 去掉一个位置数 我们看看去掉谁啊 你观察一下 三跟五没关系 二跟四倍数哎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变成一样的呗 二变成四哈 四变二 当然用乘法更简单 所以我们把二变成四 那这块就变成了 你就想这块如果变四外了 等候就就不成立了 所以两个要同时都乘以二 所以这块就应该等于二乘八是160 那只有他乘二吗 不要了他还得乘二呢啊 所以应该是6x 加上四外等160 好我们比较一下 你看都是加四外 这是6x 这是5x 这是160 这是140 多了一个x 多了20 x就得20呗 x都20都知道了y 怎么做都行了 x得20 那三乘20就是60 60加多少得80呢 60加20 20是2y 所以一个y就应该得10 那这题做完了 一天共吃少多少 20加10 你应该选c这个选项 你做错了没有 通过这道题 我们学会了一个转化 把不会的转化成 不会的 第十题 这道题我觉得是选择题里比较难的题 如果是我做的话 我肯定会把它放在最后做 第一个 计算量就很大 如果不用纯计算 那个想法也不是很容易 说谁的值是最大的 第一种 这个题肯定属于分数计算 是吧 如果真有分数计算 那这题复杂了 这个题其实还可以用估算去做 好 我们看看这道题 成一道估算 在中午就估算 难道是瞎懵吗 不是啊 好 我们我们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 其实它的题型都一样 前面都是两个数交加 后面都是乘一个数 但是数都不一样 那这题就不好做 有的它可能前面那个大 但后面小 有的是后 前面小 但后面大了 两个都不一样 怎么办呀 咱们点让一个不变 稳住它 如果有一个不变 我们只看另外一个 这事就简单了 好 那你说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把谁变一样 会不会把括号里都变一样呢 这难度太大了 所以我们把后面乘法都变一样 那你看乘30 乘60 乘40 乘20 咱们不如都乘 谁 这个数如果最好都是它们的倍数就好了 是吧 所以都乘 都乘120就好了 好 你就想 如果这个想变成乘120 是不是这块就得乘6 那这算是就变了呀 所以前面这块就得怎么办 除6 所以A这块就变成了 那数除6再乘120 对吧 这个也一万 它如果想变成120 这块就得乘4 那前面为了不变 这块就得除4 它前面的120 这块就得乘2 前面如也就得除2 它前面的120 这块就得乘3 那前面就得除3 既然后面都是乘120了 那就都不用管了呗 我们只要看前面括号里 谁大谁谁谁小就行了 来我们把选项再重新写一遍 A这个选项 就变成了12分之一加13分之一 括号再除6 如果你先把他俩通分再除6 这些难了 我们不如用乘法的分配率 有人说除8有分配率吗 也有类似的 我们说你看 先买来了A个苹果 又买来了B个苹果 平均分给6个人 我是不是可以先买A个 平均分给6个人 我再买B个 再平均分给这6个人 是不是一个意思呀 对 所以这块我们就知道了 12分之一加13分之一 除以6就相当于是12分之一 除以6加上13分之一 除以6 那12分之一除以6 相当于12分之一 乘以6分之一 所以这块应该是72分之一 那13分之一乘以6分之一呢 那这块应该加上的是78分之一 好 那来我们再看看B这个选项啊 这个数加他除以4 还是这个意思 他除以4加上他除以4 17分之一乘以4分之一 那这块就应该是68分之一 加上19分之一乘以4分之一 那这块应该是76分之一 好了 那接着呀 我们再往后写啊 C这个选项 23分之一乘以3分之一之几啊 这块应该是69分之一 然后加上25分之一除以3分之一呢 那这块就应该是25分之一乘以3分之一的话 就应该是75分之一 然后这种呢D D就应该是35分之一乘以2分之一 这块应该是70分之一 加上他乘以2分之一就是78分之一 来我们比较一下啊 选择屏嘛 排除法 谁肯定比较小 你看DD就比较小吧 你就他来比较一下 70分之一肯定比69分之一小 78分之一也比75分之一小 所以经理都比人家小 OK 排除掉了啊 接着我们再看看ABC 就这么比较一下 如果两个都小 肯定就小呗 72分之一比69分之一小 78分之一比75分之一小 来再比较一下比和费 68分之一比69分之一大 76分之一比75分之一小 有的比较一下 接着怎么比较呢 有人说我通分 那有点难 有人说我用他减去他 看看跟零比较 想法非常好 还可以用他除以他 跟一做比较 也可以 是不是 我们想想为什么呢 你想他减去他 如果比零大 就说明他大 如果比零小 就说明他大 如果等于零 就说明他俩一样的 如果做除法 为什么跟一做比较呀 如果大于一 谁谁大 他大 如果小一 他大 如果等于一一样大 他也都可以 但这个题 我觉得还有一个思路 就是什么思路 我们还继续估算 我们会发现啊 他俩是不是差的是60多分之一 他比他多了60多分之一 来我们写一下 60多分之一 然后他比他怎么样呢 少了70多分之一 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就想想 那是60多分之一大 还是70多分之一大呢 那肯定是60多分之一大 所以他是不是就就比他少 他给他弥补上了 还比他多一点 那你说这道题 谁更大 所以B更大 我们没用一点点计算 其实用了一点点 哎 我们就选出来了 应该选B这个选项 所以这道题 其实我们这块讲的 个特别好的思路 什么思路 前后两个都都在变 太乱了 怎么办 哎 B杀技七 咱们就让他一个不变 其实也是应用题中用到的 寻找不变量 就是你会发现 刚才我们讲的方法 现在我们已经讲七个了 这些方法 可能很多东西 在之前我们讲的时候 就是讲到了这种题型 就谈到这个方法 但其实不是的 方法这个事情 就是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比如说跟他前面 我们讲到画画图 是不是 我们比如说讲这个 几何要用画图 用题典可以用了 对不对 尝试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 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尝试 所以这些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很通用 好 接着第十一题 这个题非常简单 一看就是跟位置有关系 对不对 是我们六上学的 这个就最关键的 我们就画好这个 十字这个图就行了 贝贝家在莉莉家的西偏南 以莉莉家为基础 那我们就让这个点 为莉莉家 莉莉家的西偏南 那我们找一下 它的位置呗 贝贝在莉莉的西偏南 好 我们看看啊 西偏南在哪呢 这个是上北 下南 左西 右东 西偏南 西偏南 是在哪呢 首先 先找好西 是这样的吧 西 然后偏南 应该是偏这个方向 这个是先看西 再往下 西偏南25度 那就应该是在这 他说贝贝家 是在莉莉家的 西偏南25度 那你看 贝贝家应该是在哪啊 哎 贝贝家是不是 应该是在这边啊 是吧 这个叫贝贝家 在莉莉家的西偏南25度 接着他问说 莉莉家在贝贝家的 什么方向 那现在就应该 以他为基础了 那这个时候 在这你可以再画一个图 也可以 你直接看也可以啊 哎 那现在你看 莉莉在贝贝的哪呢 应该是这个方向 你可以这么找 或者可以这么找 他的说的不一样 如果你这么找的话 那就应该是通 东偏北 东偏北 这是多少度呢 因为你看 这是25度 所以东偏北的话 那这块啊 或者说 你可以这样想 如果你这么画直了 这是垂直 这个是三角形 那如果这是25度啊 这就是75度 那这边应该是25度 对吧 所以呢 就是你可以说成是 东偏北25度 有没有东偏北25度 哎 可以 东偏北25度 或者也可以说是 北偏东75度 北偏东75度 有吗 北偏东 哎 啊 北北偏东 这个不对啊 不对 所以这个题就只有 这个选项是对的 所以答案应该选 C 是对的 是对的 谢谢大家